好然後再來就跟大家講一下這部片裡面四個主要的菲律賓角色 那兩位男主角從頭炒到尾 大家對他印象最深刻 比較矮矮胖胖的那位中年人叫達豆 後來他們在警察局有講他們的全名就是Dios.Tagaro 然後另外一位小鬍子比較瘦瘦那位Manuel 那這兩位然後他們分別跟一個菲律賓女生有感情系 那達豆是跟那位比較年長的那位叫做Anna 然後Manuel是跟一個年輕辣妹叫做Celia 好那其實這部片裡面所有的這四位主角 他不是路邊隨便找來的外勞演戲 那四位菲律賓演員都是在菲律賓很知名的演員 都是非常的硬滴子 很有知名度的演員 是那個導演特別把他們從菲律賓請來台灣拍戲 那先講飾演打豆那位演員 他的名字叫巴雅尼阿格巴雅尼 他還蠻常來台灣的 因為他在菲律賓 他是四個演員裡面 在菲律賓知名度最高的一個喜劇演員 是那種從八歲到八十八歲的阿嬤都會認識的那種超級巨星演員 然後他蠻常來台灣就是因為菲律賓人很喜歡他 有點像我們的吳宗憲 所以當說他來台灣宣傳這部片的時候 打動那個演員就被台灣媒體封為菲律賓吳宗憲 好啦也沒錯啦 他也是一個蠻會演戲的一個大廚演員這樣子 然後那位Emmanuel 比較年輕小鬍子那一位 其實他演技也是不錯 他在菲律賓也是演過很多電視電影的 然後拿過很多獎項 但是呢這位Emmanuel這位演員 他的本名叫做AP Castle 那這位演員他比較不幸的就是 他雖然本身演戲的功力還不錯 但是呢他爸爸是菲律賓的喜劇之王 就是有一點像是大家可以想像嗎 就譬如說我今天提到余祥泉 就會講他是余天的兒子 我們提到房主名就會提到他是成龍的兒子 所以這位Emmanuel很不幸 在菲律賓大家就會提到他是喜劇之王的兒子 所以他就是 等於說他的演藝生活有點要活在他爸爸的意義之下 我也沒辦法 人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 所以請他繼續加油 然後那位Anna 年紀比較長那一位 他的本名叫做 Mario Soriano 他的戲路跟這部片一樣 他在菲律賓演出的角色也是 大部分是那種比較年長的角色 比較屬於姊姊型媽媽型的戲路 然後比較年輕的那一位 吼吼吼那位辣妹Celia 他的本名叫做Alexandra De Rossi 他是一個有義大利血統的辣妹 那他在菲律賓就是一個 摩特爾跟演員雙親的一個演藝圈的人物 然後最後提到一位是叫做Carlos 就是那個逃跑外勞被警察壓低上那個 那個角色在這部電影裡面戲份沒有很多 但是呢 這位飾演那位逃跑外勞Carlos的那個演員 他其實是這部片的副導 就是那個導演是那個馬來西亞的河衛艇 然後副導就是那個被壓低上那個逃跑外勞 我覺得他是可能被抓來磕穿這個小角色啦 因為那個其實這位 副導他還蠻多才多藝的 大家有沒有印象片子最後 達豆跟曼妞兩個人在那邊坐在沙發上面 唱一首很輕快的歌 這首歌的作詞也是這位副導 對他同時就是當副導 還有作詞 然後當演員 也是一個還蠻有天分的菲律賓人 然後還有一位 起碼有拉到那個 0分50一秒 非常非常一開始的地方 0分50一秒 我一直在鄉公尺 最終的區部分 所以我是船人 所以說它的船也好 如果是船人 好好就這邊 就讓他放一下 好這位 大家可能快忘記他了 就是綁綁維這位 騙子一開始出來 後來被警察上手銬說 他會回菲律賓 這位也是有來頭 我最後是看那個 騙我的字幕 我才發現我認識他 他叫做Date Wuzang 他是一個在台灣的菲律賓 勞工組織Miglande International 的領導者 組織領導者 所以我後來在片尾字幕看到說 他在這個劇組裡面負責的是 菲律賓臨時演員的聯絡 就等於說裡面很多什麼 其他的菲律賓陸人 都是他找來的 後來仔細想想也對 因為他是那個組織領導者 所以他有人脈 導演可能就是請他 如果需要菲律賓人領演的話 就是請他幫忙找人一下 然後順便也讓他在片尾裡面 客串一個角色